1月29日,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表示,他对强生工资的单剂疫苗作为对抗新冠病毒的额外武器感到乐观。 该公司报告称,在一项针对多种变种的大型全球实验中,单剂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方面的有效性为66%。 在对将近4.4万名志愿者进行的实验中,针对中度到重度新冠病毒的防护水平从美国的72%到拉丁美洲的66%和南非的57%不等,在南非一种令人担忧的病毒变种已经传播开来。 这个是因为传染病毒的病毒,它是非常有效率。 在这里的病毒,是有效率的。 而有没有病毒的病毒,是非常有效率。 所以,在这种程度的疾病,是72%的,不像是1994%至1995%的, it is clearly value added,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ortantl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. It's a single dose vaccine, not a two dose vaccine. It's relatively inexpensive. It doesn't require a very stringent cold chain as opposed, you know, minus 90 some odd degrees for a freezer. It just requires a refrigerator. So that makes it easier to get to places that don't have the capabilities of that cold chain. And besides, the manufacturer could provide literally billions of doses over a couple of years. So good news today. 数据显示与未改变的病毒相比,这种疫苗对南非变异病毒的效果 减弱了,但是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专家表示,它仍然可以帮助控制 病毒的传播,防止死亡。在关键实验中,辉瑞和莫德纳的两种 疫苗在预防症状性疾病方面的有效性均在95%左右。这些实验 主要是在美国进行,而且是出现在新的编译之前。这意味着 世界正在与时间赛跑,在有限的供应之下,尽可能多的人 接种疫苗,并迅速防止病毒激增。强生的股价下跌4%到162.7美元。 一些华尔街分析师表示,其疫苗的有效性低于竞争对手。 莫德纳股价上涨8%到172.80美元。强生公司计划下周从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寻求紧急使用授权,并将很快跟进欧盟 和世界其他地方。该公司表示,计划于2021年在美国、欧洲、南非和 印度生产10亿剂疫苗。